ok 今天是10月25号开始今天的实范分享 今天盖台L这边还有1100033这个都是老鼠 目前我这边做了一点点调仓 这边OKX这边的所有的Audi换成了BOM 换成了BOM 原因是这边其实如果我原来是持有的Audi的情况下 那么我的仓位全部集中在B2320就是比特币Sentai这一块 那肯定我觉得现在市场的一个风潮就是各种密币 我觉得密币可能也是未来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但是你现在让我去市场上去发掘新的密币 这个失败的风险很高 所以在这个OKX的里面的资金现在就全部换成了BOM 主要是它在两个平台 第一个是OKX和币安这边都上线了 像M1W 说一下M1W我为什么不选 M1W这边它的市值最近是已经过了10亿 在这个密币来说这个市值来说目前这个项目来说就我算会觉得比较高 所以没有选M1W而是选了BOM 主要是BOM上了两个平台 目前也有一些启动的迹象 所以就选了BOM OK这是需要去说明的 这个有一个换仓 Web3钱包里面剩下的就是老鼠 这个就没有其他需要去说明的 这个老鼠的价格也是跌的比较多 这个老鼠我觉得我会拿到这个周期的顶峰 其他的资金可能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调整 最近整体市场的一个状况是晚上会拉 就是在美股交易日的晚上会拉 白天像白天基本上都会跌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可能在周末美股不交易的情况下 可能市场也会回测一部分 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这个一个情况 目前密币来说 把索拉拉其实价格也带上来了 索拉拉这个价格从之前的 之前的100 130几 现在到了179 对到了179 这个其实状况是比较好的 应该快要去接近它的历史新高了 已经算是比较接近了 但是这边以太坊的一个情况就比较不好 以太坊这个情况 最近基金会又在卖币 也是被大家所诟病 可以去 我觉得可以资金做一部分去调整一下 如果是在以太坊生态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态 可以集中到目前比较热 可能有启动迹象的一些像不像 OK 今天就讲这些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财富密码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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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